為什麼要從這邊轉?為什麼一定要在那邊轉? 從這邊慢慢轉過來啊 為什麼一定要在那邊? 大哥 為什麼他一定會從那邊轉過去? 因為在這邊轉,在這邊又轉 陳川一樣的道理,你從那邊轉出去也一樣啊 如果他轉過來的時候 這不是說 這個也不是主角啊 我們就叫你慢慢轉過來啊 轉到這樣不是剛剛好嗎? 我們先讓我們講完之後 那我們一定要有突免來說明 不是說我們想 這不是說我們的理念 水這種東西 絕對不是說我們想要怎麼做 水就乖乖的拼我們怎麼做 一定要他討過水裡計算之後 怎麼討的時候 他才會順啊 如果說沒有順的話 我們現在做那些 為什麼以前要做的副床工 這個副床工的功用 不是說 我們現在的水 你注意看喔 每次搭發來的時候 都分兩道 一道從那邊走 一道從這邊走 那水都集中了 那水集中的話 那對成一個力道的東西 像我們噴水 我們把水的水力道 只要直接集中的話 那個地方很容易就破掉了 可是我們如果把水分散的話呢 那水的話 力道就沒那麼強了 是啊 對我們提防的安全 你講的沒有錯 可是我們的問題是說 為什麼不從那邊開始就慢慢地轉 所以說 為什麼一定要到這邊 為什麼一定要到這邊再來轉呢 你那邊也可以慢慢 你那邊就開始變幅度了 為什麼要往這一段 對啊 他這一段問題是怎麼樣 這一段要來做見面曲線 你那個中心點是從哪裡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請問我們設計公司會有列出 一些景點 一些景點 那邊 那邊喔 你那邊要兩過來啊 不是 不是 你那邊要兩過來啊 這個 這個 這一點喔 欸成山 那個 各位委員 這樣子 這一點這個部分 也不要討論啦 因為我們也沒看到設計圖 也沒看到什麼東西 現在這樣子齁 成山 反正現在你這個不要動嘛 你先把那個 你整個設計組拿出來 給我們大家看一看清楚 你到底是怎麼走 而且我們建議說 你就是直接 就開始轉了 就可以轉了嘛 就可以轉了嘛 好不好 你現在就可以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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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